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讲啊 上个视频我们讲了一下直线对不对 这个下我们来讲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的话 其实我们在前面学了一个什么 我们就学了一个绘制什么 绘制矩形对吧 但是他那个 他这个跟我们这个矩形是有点不一样的 大家注意就是这个绘制矩形 他是一个面 我们现在是一个框 就是我们现在是画一个这个矩形的一个框 只是个框而已 然后前面的话 我们画的是什么 我们画的是一个 是一个面对不对 是一个面的里面全是填充满的是不是 是一个面 注意一下 那么直接看的笔记来看一下 我们在KB中可以使用这个 忘了修改了 我改一下啊 这还是 因为有一些是重复的嘛 我在写的时候就copy了 好 上面中 哎呦 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类来定一条线 我们这个把它去掉吧 直接 我们 使用 使用 使用什么呢 使用什么呢 使用 line 使用 line line 一个矩形 好吧 刚刚前面也写错了 好 还是用这个 模式的看一下 我们使用这个模式看一下 啊 用这个来定一个矩形 然后前面这个三个属性我就不讲了 跟前面一样 主要是讲一下这个 radical 哎呀不会读啊 我都会拼不会读 真的是 Rectang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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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矩形的意思啊 一定一个矩形 然后它这边矩形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xy 还有这个y height 就是xy的话是代表它的起点 这个是代表它的矿和高 我们直接看一下代码 很简单啊 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我们直接把这个拷贝一下 哎 拷贝不了 我们这个这边拷贝啊 这里 好 我们拷贝一下 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这个笔记的话 我现在还没有完成 所以的话 现在还没有 放在那个叫什么 放在搜狐上面换不了 因为它修改次数的限制 但是我每次写一段写一段 编辑我放在这边 写到时候的话 我 等我所有的笔记都完成的话 我会全部开放的 放在那个搜狐文章里面 大家可以去搜就行了 暂时的话 现在是放不了 主要是现在还没有写完 大家理解一下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这是个公众号 两个公众号 这个 为什么是两个 因为有时候会被小黑屋嘛 所以两个 有可能你也收不到 就可能是被关小黑屋了 过段时间就可以搜索了 好 不好意思 老毛病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 这个跟那个线的话 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它这边改了一下这个 属性 前面我们是什么 point 对吧 就是点的意思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是radical radical tongo 是吧 就是矩形的意思 通过这个属性 来定义一个 矩形 好 然后首先的话 这边还是一个点 对吧 前面是一个点 后面是它的框和高 我们直接运行对比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的点 然后我们 可以改一下 我们可以改一下 比如我们改到起点去 好吧 我们改到0 或者改成10 不要完全重叠 那你就重叠了 改1010 那么这个 我们画个正方形 300×300 好吧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 这个点是10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一个300 300×300的一个矩形 好 同样的话 它也有一个宽度的 宽度的属性 好 我们把这个宽度的属性打开 我们运行一下 好 一个很宽的一个矩形 很简单 我们同样的 在QA文件里面 我们看一下效果 代码拷过来 同样的简单看一下代码 这是定一个页面 对吧 然后通过Canvas 定一下它的颜色 这是它的属性 它的大小 我们先运行一下 不启动颜色 好 是一个这样很粗的一个矩形 然后现在我们把颜色打开 好 同样的 这就是 一个深深深粉色吧 应该叫 对不对 很深的一个红色 叫红色吧 一个矩形 那这个同样也是很简单 像这个形状 我还是 简单归简单啊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 下一个的话 我是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把这些属性快速的 浏览一遍啊 它要快速的浏览一遍 下一个是 圆形或椭圆形吧 我看我笔记到时候怎么整理 好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